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家里每一个人祈祷 最后还要背诵主土文 虽然我们经常祈祷 但是有些时候 却是看不到任何改变 这位小朋友问我 上帝有听到我的祷告吗 亲爱的小朋友 你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疑问呢 上帝有听祷告吗 嗯 老师现在就告诉你 是啊 上帝有听我们每一个祷告的 可能你会问 但是有些时候 我骑了很久祷 都没有感觉到上帝有回应 荣老师 你为什么说上帝有听我祈祷呢 小朋友 你要记住 虽然上帝会听我们每一个人祈祷 但是上帝不会每一次都会照着我们所求的东西来回应 上帝是照着他的心意来决定和回应我们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上帝会立即照着我们祷告的内容来回应我们 第二种情况是 上帝觉得我们所求的东西不适合 所以就不会给我们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上帝觉得现在还未是最好的时候 所以要等一会才来回应我们 就好像我们向爹地妈咪求一些东西的时候 他们会照着他们的想法 来决定如何回应我们 好像有一个小孩 他很想要一个单车 但是他很害怕爹地妈咪不买给他 所以他不敢说 只是每一天 祈祷求神给一个单车他 每次他经过单车店的时候 他都会走慢点 望多几眼他喜欢的单车 没想过几个月之后 这个小朋友生日那天 他放学回家 就见到他最喜欢的单车放在房里面 他很开心 他就问爹地为什么会知道 爹地说 我当然知道你的想法 因为我是你的爹地 就如这个小朋友的经历 我知道上帝是会用不同的方式 来回应我们的祈祷 同时间也有很多时候 小朋友想要某一些玩具 或者零食的时候 爹地妈咪都没有给的 因为爹地妈咪很爱小朋友 不想小朋友 注牙和不健康 我们的天父爸爸就是这样 他知道我们心里面想的东西 他会用最好最合适的方法来回应 虽然我们看不到他 但是上帝一直与我们同在 他可以看到我们做的所有东西 知道我们的想法 也都听我们每一个祷告 所以小朋友要记住 上帝有听到我们每一个祷告 圣经中肥立比书 四章六至七节 他会这样说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耶稣基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祈祷 亲爱的天父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学习可以多些的 来到你面前祷告 因为你是谁听我们 每一个祷告的神 你是非常的爱我们 你是会在最好最合适的时间 来回应我们的祈祷 求你赐信心耐性和智慧 给我们去明白你的旨意 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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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 beginning 阿们 你今明天里ährt Messiah 感谢观看